由于疫情减缓平稳后出现的客运业者招募司机情况不如预期 先前还一度传出可能无法继续服务学校专车 有关上万学生的权益问题 交通局说明经过与业者的沟通讨论 也会提出对于客运业者相关的补助方案 最近因为司机员比较缺缘的关系 那导致我们市区客运有一些班次会有脱落班的状况 那市长非常关心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有请交通局这边要针对司机员的薪资的结构的状况 来做一个检讨 那目前我们现在桃园针对司机员加薪的部分 除了既有的市府编列4000元的预算 以及票差补贴要由客运业者这边再编列2000元 总共4000加2000等于6000元的薪资补贴以外 那市长特别责请我们交通局这边再检讨 是不是有一些加码的可能性 那目前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些行政程序 预计下半年可以推出司机薪资再次的加码的一个政策出来 交通局目前计划下半年会增加补助方案 是明年再针对司机来提高津贴补助 目前桃园市的原本补助为6000元也将会提高 不只桃园客运 那各家业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情形 那因为目前桃园的司机驾驶员缺額还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特别要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 在疫情的期间所有的就蛮多的司机他就转换了跑道 那我们要再去提供一些司机的福利 让这些司机再回到客运驾驶的这个服务的行列 确实是需要花一些时间 不管是在薪资的增加啦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可以提供 这个是需要政策下下去之后 那才会得到 才逐渐才会得到一些回收 补助办法预计的下半年就会实施 年底前完成运驾跳价调整审议 明年实施调整后 会要求业者增加对司机的补贴额度 来提高客运司机的流人率 记得林瑞峰桃园场不大